欢迎大家光临我们今天开发银行和大陆对于台湾知识产权在大陆转 25年前举行的汪谷会谈 汪谷会谈及其后两岸关系发展的曲折历程表明 要保持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正确方向和良好势头 关键是巩固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 两岸民众的权益和福祉就能得到维护和增进 如果这个基础遭到破坏 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 两岸关系就会重回动荡不安的老路 和平发展的成果也会端而复试 感谢您的观看